勒索1300萬 台南市的前議長郭新郎被起訴 不過交保了 怎麼會勒索1300萬 那個蠻有蠻離奇 他們搞了一個什麼電器 那個抵費地 重劃 大概有一個業主的那個地方 然後有一個里長 就去勒索說你給我1500萬 人家說我不給你 後來果然重劃成功了 然後這個郭新郎 按照起訴書這樣說的 事實上怎麼樣我不知道 郭新郎議長就跟那個里長 去找那個業主就說 你看 你當時沒有賣給我們 害我們損失1500萬 現在漲了1500萬 所以現在夠1500萬 然後這個業主就想說 議長我也得罪不及你 而且將來可怕有你的話 還比較方便等等 好吧 討價還價1300萬好了 這個里長 後來分的750萬分比較多 然後郭新郎分550萬 但是這個里長到現在 一口咬定說 郭新郎沒拿錢 統統我一個人 里長是這樣講 那檢察官查說不是這樣 所以你第二天 就跑到那個里長家 後來你的戶頭 也剁了500多萬 所以帳戶有錢 所以就斷定說 郭新郎犯後他就不了 而且是他們一起 大概是這樣 這麼一個案子 當然郭新郎在台南那邊 也是互風範換雨 那他這個藍綠通知 因為我去台南幫很多議員站台 去年11月24號 每一場都看到他 他每一場都打穿西郎 熱得要死 我都熱得要死 每一場都穿西郎打領帶 跟一方兄這樣 衣冠儲 敵光楚楚 後面都救不到 很陷重 很重視 很重視 就非常重視 他上台每次都講說 因為我選議員的時候 國民黨議員也投我 所以國民黨議員選舉 我也來幫他們站台 就是這樣的 看起來跟陳廷芬也滿好的 好吧 所以他說 羈押了兩個月 瘦了10公斤 這完全不像 原來是體態滿豐盈的 原來是這樣子 瘦了10公斤 他的律師也被起訴 為什麼 律師說去拍照 大概有一些卷種拍照 給當事人的太太看 給里長的太太 所以律師也還要被送懲戒 也夠衰了 民進黨說 他是個人的事情 不要做政治聯想 他原來是民進黨 後來他沒有提名他選議長 他就不用五黨籍去選 那也是很厲害 用五黨籍能選上議長 也不簡單 那台南的藍軍說 有可能是參選立委 蔡玉輝是國民黨的黨參數議長 說他被逼上涼山 我們看一下 5號晚間8點半 裁定150萬交保 早就準備好了保釋金 立刻到法警室辦理手續 晚間近10點 前台南議長郭信良 帶鴨舌帽口罩走出帝院 支持者將郭信良帶上車 對於媒體詢問不發抑鬱 另外涉案的里長高靖健 50萬交保匆匆忙忙坐上車離去 郭信良扯入貪污案 關押近兩個月 全案爭結起訴 去年5月 檢調原本辦一件詐欺案 發現一間工程公司金流有問題 巡線查到了郭信良身上 郭信良和高姓里長 利用公職身份 向工程公司索匯 不法索得1300萬元 還故意將貪污索得 包裝成買地不成的和解費 兩個多月前 檢調清晨拂曉初級 大動作搜索 也將郭信良帶回征訊 認為有串政之餘裁定收押 檢方見請從中量刑 審理期間應該要繼續羈押 台南地月考量 提出了相當保證機 財地150萬元聚寶 限制住居 對於換回行動自由 郭信良在臉書PO文 放上抓住太陽的照片 沒經過浪花吹打 風帆只是破步 沒經這起烈火的千錘百裂 鋼鐵只是石頭 所有的精力 是為了成就更好的自己 從88槍擊案 到議長之爭施力 郭信良似乎道出自己此刻的心境 其實你可以看 臺南的狀況 我覺得 我相信絕對是賴清德選舉的破口 為什麼 大家還記不記得他當初 在4月份的時候 他就跟所有臺南的鄉親說 你們這些民意代表 你們腳踏有幾個毛我都知道 所以賴清德 你撇不掉這些關係 而且大家都知道 臺南的光電黑金槍搶騙 這是賴清德他下了革命精神 說我一定要來剷除這些問題 請問現階段賴清德 到底有什麼樣的表態 更何況你現在還是民進黨的黨主席 大家不要忘記 當初賴清德 因為議長會選案 他曾經有200多天不進台南市議會 規避人民的監督 規避民意代表的監督 你想想看 如果他到現在當副總統 甚至到現在是參選人的狀態 都不願意面對媒體的話 你想想看 是不是台南規避議會監督 是不是又要拉到總統府這邊來了 再來你要知道台南市政升格上來 13年 四屆的議長全部都十關十 所以賴清德你知道的 腳趁有幾個毛 你要不要向人民交代清楚 如果你沒有交代清楚 我相信你的本命區 絕對會是你重傷的地方 真的 升格13年 123 四屆議長都有事 來 志偉兄 其實剛剛整理提到的槍 88槍 88槍最後查出來的主謀 不是民進黨的 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 亂講 你是在公司 就是那個後來被起訴的那個 包包加林青的時候 你把它拜託 其實那個東西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個郭信良他跟民進黨也很好 跟國民黨也很好 所以你不能說 一竿子全部都打給說 你們民進黨 你全部都是來清德 你要去承擔這個東西 沒有 你們台南 隊員域執政都多久了 郭信良曾經是 他曾經是民進黨員 他要代表民進黨選議長 後來不順 後來他用武黨選議長 坦白講那一次支持他的 是國民黨跟武黨的比較多 所以其實他很厲害 就是說他平常代人可能也很海派 交友也很廣闊 但是他的所作所為 當然就是說 武打就是國人做到國人打 他做多少我們不知道 就是他說他做的他自己生打 你不是說國西人做的 全部都在這裡就要取消 不是這樣說 他現在知道 我都不知道八十八千 是主謀是國民黨的 民進黨在台南 直升二 三十年 最大的光電力炎 88槍技能組模 是國民黨的 我把那個名字查出來 這一句話馬上就是 智傑 你這個完全 不是莊委員 他不是莊委員 然後跟國民黨的關聯度 不是 我覺得你們 所以說你看 有好的事情 都是你民進黨 你都民進黨 現在不壞了 連這個東西都可以 歸到國民黨身上 這是完全是民進黨的 膝蓋式的一個思考 他已經否認了 你拜託 你都是選擇性的 訊息都是選擇性的理解 但你要硬要掛上 國民黨那是完全不公平的 其實我覺得台南 確實是賴清德最大的包袱 我想過去民進黨 一直在罵國民黨 黑金 黑箱 我想今天這些我們都討論到了 之前剛剛談到這個 淡價的問題 黑箱的一個問題 現在這黑金的問題 還有黑槍的問題 我覺得這都是賴清德 或是民進黨 長期在台南執政 最大的一個包袱 我想當然 他現在已經成為 總統的候選人 不管他今天講了什麼 國家希望工程 我還是認為說 他應該把他過去 在台南這個部分 把他講清楚說明白嗎 你沒有講清楚說明白 你國家哪來的希望 連地方都沒希望 國家會有希望嗎 乃健 這個民進黨跟 民進黨這個新潮流 他們下手是很狠的 就是說其實今天 說什麼台南是他的這個 這個包袱我完全不信 就是說賴清德 他絕對可以在他台南 這個市裡面 開出最好的票 但是即便是如此 他還是這個非我派系 就非我族類 他就一定給他砍下去 他砍這個郭信良 就是殺雞儆猴 你所有的這些 在這個選舉的過程之中 你不挺 不挺我賴清德 不挺這個民進黨的這些人 就是死路一條 所以這其實就這麼簡單 就是說到了這個選舉的 這個最後的當口 其實只要藍白不合 艾清德怎麼選都贏 都不會成為他的包袱的 這個砂鍋儆猴 來 我這邊簡單補充一下 因為剛剛講到那個王文中 他曾經當過國民黨的 中央委員 曾經當過中國國民黨 宗教委員會的副主委 曾經當過中國國民黨 全國黨代表 那憲龍契他要補任 我不敢講 但是這個東西 都是具體的東西 他是舉祖賢嗎 我是不常見的 現在不是 對 他已經被舉出來 民進黨裡面現在 有多少委員會 當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也許 他也許跟民進黨關係也很好 這個我不清楚 他如果跟民進黨關係也很好 這個我不清楚 他的二三十年都是你 民進黨執政的國民黨 就能夠說 他應該說 他應該說 不太為了 他應該說 這次是 這次的 他 他應該說 感谢观看